高醫師跟警察官 還有一些媒體 交A所有的台灣人 感謝你們的關心 謝謝 在律師陪同下 賴媽媽現身地診署 出庭前透過鏡頭表達感謝 因為賴姓高中生 與夏姓男子登記結婚 兩小時後墜樓身亡 案發至今已超過一個月 六號上午 檢方再度召開偵查庭 傳喚賴姓高中生母親 今天主要是遵照 警察官傳票的命令 然後來開庭 那至於開庭的內容 要等開完庭之後才會知道 期間家屬也曾委託 法醫高大臣勘驗遺體 發現諸多疑點 懷疑有他殺可能 律師也多方搜集證據 送往地檢署申請調查 檢方證實賴姓高中生的 解剖報告六號已經出爐 將會在偵查庭內 向家屬說明 以及告知相關證據調查結果 一定要向我們這裡說到 向我們這裡請悲 謝謝 感謝你 白法人送黑法人 讓賴媽媽悲痛不已 積極找尋真相 要還兒子一個公道 賴姓高中生的真正死因 究竟為何 就得看關鍵的解剖報告 是否能協助還原真相 在這新聞你會見孫玉莉SNG小組